接下来又是我们熟悉的工作高手的环节 这些的工作高手有一些特别 我们常说 男人如铁 女人如水 要是这两句话 反过来的话 想想会是怎样 女人如铁 男人如水 见过金刚芭比吗 眼见为时 掌声有请 看着还好吗 还好啊 不是像 好 还没脱衣服 那就先看视频 好不好 编导本来安排是先放视频再有请他们 而我特意的把他们先请出来 跟我们一起看视频 知道为什么吗 反差 不 因为我忘了 忘了 好 来两位 两位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冯丽 今年20岁 来自江西上 我现在是宁波大学一名大三的学生 哎呀 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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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大家都像我毛毛 那位 大家好 我叫刘明月 我今年37岁 我是一名小学的语文教师 来自于天津市济州区 我代表所有的男人问 你们要干嘛 对啊 我们两个要闹海 两个哪吒是吧 这个健身最初的初衷是什么 因为我很喜欢有肌肉的体型 所以 你找个有肌肉的男人不就行了 对 但我想自己练成肌肉 你 你练成了这样 谁敢找啊 你呢 我健身的初衷就是为了减肥 为了增强体质 你生孩子了吧 我儿子上六年级了今年 你是为了恢复体型 恢复体型 然后改变体质 是吧 你们体能到底有多强 我们就来最常规的俯卧称 我们毕竟是男人嘛 我们今天男人不能丢脸 对不对 你做得过我们吗 我能 你呢 没问题 真的啊 你随便挑 我叫我对面之位吧 对面之位 对面的那个 周围是吧 对 好 来来来 哇 那肯定不行吧 你挑了一个最不喜欢锻炼的人 你再挑一个 那位男人真棒啊 我挑那个帅哥 来来来来 有眼光 有眼光 这俩最弱 无论是身高 体型 阅历 你都强于两位女性吧 咱今天不会输吧 会 真的不会输 输了怎么办 我爬下去 好 他说的啊 我没说啊 我说的这个话 你这话也得说呀 你你你你答应吗 你不答应也没关系 你认怂没问题 你不能认怂了吧 我哪好意思你一个人爬下去 好 来 就这么说定了 来做好热身准备 来给我 我帮你们拿着 哦呦 可以啊 两位兄弟 哈哈哈 我觉得啊 你们现在走还来得及 我觉得两位兄弟 你们可以来 练习练习 爬的动作 我们一个拖沫一个定 我告诉你 是这样 好 行 认赌服输 准备好 预备 起 一 二 三 让我下来 四 五 六 七 周围没下去啊 肩膀没下去 无胜没下去 无胜 肩膀不下去 周围肩膀都没下去 无胜没下去 你们俩太不规范了 两个男生 重到他们的标准 不规范 可以直接爬了 来 再拿一些掌声 无胜拍油啊 真要爬了 无胜下去 下去 这没下去 周围加油 小虎 加油啊 无胜 刚才可以爬下来 男生做得慢 周围已经爬下了 周围已经爬下了 不能少了 周围已经爬下了 坚持 对 周围加油 无胜那个不标准 周围老师 无胜没有一个标准的 哎呀 无胜那个完全不 周围的脖子也红了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要爬了 我觉得周围的脑袋 快爆炸了 你看他红的 他脖子全红的 不是啊 你不至于吧 都起不来了 小心脑溢血啊 不是 我们再设计一下 是手足爬还是手气爬吧 很丁是手足爬 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被消灭 我们输给了他们 哈哈哈 不给他们你们不丢人 不丢人真不丢人 我要说明一下 我坚持的 我不是最差的 本来 不是你什么意思 我刚才一直看到你坚持 就不如我猜 我跟你说 将坚和太极呢 本来按道理来说 其实他还算是坚持住了 但是他到后面 几乎有一小半 动作是不标准 对对对 一多半 一多半 第一个他就不标准 所以他们是不是应该爬下去 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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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爬下去 这年头吧 人啊 有句名言叫做什么 叫人可以被消灭 但是不能被打败 是吧 你们爬下去 雷兄 你请 尊老阿姨 你先 来 义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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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样 哎呀 人衣服扔得很潇洒啊 谁的衣服啊 啊 哦 王妹的 你也就那样嘛 哈哈 这位是真不错 嗯 对 一般 他可厉害了 他还有什么厉害 哦 哦 我刚受伤刚受伤 来来来来 不好今天是这个男士毁灭镜打击转 翻起来来来老师带着你没关系的 你都不用护我都知道我会怎样 来把他腿给抛起来 吓死我了 我肯定起不来 有人保护你你都不敢 就咱俩一人一个我只适合这个 哈哈哈这个都可以我 你来来来来来 刚才那差不多吧 从不和那胳膊太细了吧 哎来来来你看你看 你看你 喂你看啊一块来这个 我们是这样的他是 哈哈哈 手要伸直 爬下去走吧 哈哈哈 不和和兄弟规范点 可以看得出来 酱还是老的辣 对对对 你练了多久 呃四年 你练了多久 五年 这个我要说一下 就是 就是这个毛妹跟我 我们两个以前不认识 今天是第一次见面 以前认识就是我们两个通过网络认识 有一年多吧 然后今天第一次见面 他擅长的就是呃 单杠然后我擅长的就是徒手训练利用办公室的一些桌子呀椅子呀或者是那个一些 我们这叫无器械终极健身 对因为有时候平时没有时间去健身房只有周末可以去一下然后平时就是在家里利用一些生活中的一些器械去锻炼 你你老公介意吗 哈哈哈 他不敢介意 哈哈哈 打不够 这这霸气 说的好霸气啊 你有男朋友吗 没有 因为什么 可能被我瞎跑了吧 女生不应该小鸟一人一点吗 干嘛要这么霸气干什么 这个霸气和显脑一人也不冲突 我为什么不冲突呢 你小鸟一人一个我看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娘啊 这个我这个问题其实 哈哈哈哈 你说好娘 哈哈哈哈 什么话 哈哈哈哈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什么叫娘 陈伯航告诉他什么叫娘 示范一下 那是为什么呢 哈哈哈 对老师暴露了你的年龄 70后60后的男人确实喜欢小鸟一人像林黛玉一样的或者说过去那些演员一样的女生 但是90后和00后的孩子们可不这么看了哟 他们真的喜欢相对来说有肌肉线条有马甲线和这个叫人鱼线 我知道 人鱼线 我知道有马甲线我知道 但但胳膊这么壮 有很多男孩子喜欢 你咋不练成那样呢 我也在练呀 我还没到这个地步呢 其实锻炼的女人更有女人味只是你们不懂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嘴得好 哈哈哈哈哈哈 哎 他在说这句话的那一刻很有女人味 他是摸着腿说的 你们不懂 哈哈哈 哎 练这个东西是像我们平时在精神房所看到的那些男性一样 每天要吃蛋白粉吗 嗯 多半不是主要靠蛋白粉 还是要靠饮食去补充营养 吃啥 都是一些健康的食物 就是 几乎垃圾食品都就不吃 好 他算饮料也不喝 不喝 你呢 我都喝 哈哈哈哈 所以嘛 你练得越久反正体力还不如人家嘛 对 因为我是练街头健身 主要以动作为主 就 他还是属于技巧型的 我就是你这个唇为了健康 因为我年纪不小了 我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 让我的身体保持年轻状态 不至于会衰老 这刚才他们俩也说了 他们说是业余 业余并不只是说自己没有打比赛 更多的是因为他们还有一份正式工作 对吧 你们俩的正式工作分别是什么 我是一名学生 今天大三了 哪个学校 宁波大学 宁波大学 男生见到你是怎样的表情 就有个学弟说他见到我的手臂 他就不敢说话 他怕你打他 你呢 你的工作是 我的工作是一名小学的语文教师 在一个乡村的学校任教 你语文教师 对 那你们学校的体育老师呢 体育老师 他还有脸活着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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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我在学校里我很低调 我从来不会像这样这样穿抹衣服 你不你就是穿上衣服也看得出来 你的肩膀多宽 是吧 在学校里都是穿非常宽散的衣服 我不会让他们看到我的肌肉的很低调的 所以说你们的肌肉是不是已经成为你们身上的标签 是的 对吧 你也被新闻报道过 嗯 当你们所有人都被新闻曝光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两个女生的时候 你们有什么担心的吗 还是说内心都是一种开心 我也会看到一些舆论 就会说反对说我像我这样练中这样的身材缺乏女人味 然后没有人喜欢说什么缺乏女性的柔美 当时也彷徨过也犹豫过 说那么多人都反对我还要不要继续坚持 但是我想我当时健身的初衷 我还是要坚持下去 我因为我喜欢我就热爱这个运动 没有理由 会不会因为自己本身是比较普通的 但练了肌肉就不普通了 对 有您说的这一点 因为我本身 就与众不同了 对啊 因为以前我性格身体 还有各个方面都不是现在这种状态 你们俩手劲大不大 大呀 啊 就是有些人健身虽然健身 但其实力量并不是特别大 你们卤铁吗 卤啊 我硬拉现在是160斤 那你扳手腕应该还可以吧 还行吧 试试 来来来来拿个桌子 试试 卤老师你是输还是赢 你说你赢 你好意思赢的女生吗 不是跟我比 卤老师我就想跟你比 因为我特别崇拜你 试试 我今天看你的节目 试试 我丢下我了 特别好 卤老师第一次挖了铁铁 自己跳进去了 对 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下 对 哎呀 输了好溜人 加油 加油 好了吗 一 二 三 开始 放水 放水 放水了 放水了 来来 我好 一 二 开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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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落脚 狐狸老师 陈博恒你都能赢 你信不信 我来试试看 绝对能赢 我被他 哎我跟你说 有点可能 哎有点可能 預備 加油 开始 哎呀 牙齿 姐姐翻问 变了陈博恒那个小样子 好 加油 哇 哈哈哈哈 陈博恒你不是男生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打败 哎 陈博恒 陈博恒让他了 是的 陈博恒让了 陈博恒让了 我说是这个小姑娘让图蕾老师了 那绝对没有 陈博恒让了他 是 有些人是这样的 的确是见了身 但是他的力量 跟普通的男性将不来差一次 或是这个女生力量再大 他也不如男生的力量大 但陈博恒的情商 很高吗 对呀 陈博恒怎么能这么高的情商了呢 你呢 我力量不大 我是相对力量大 相对我的体重力量大 好 来来谢谢 谢谢 你们这也算是属于女性同胞当中 非常特别的两位了 我想就是说对女性朋友说吧 好 我要纠正一下这个肌肉女的误区 她们对肌肉女的误区 好 然后首先对于女性来说 我觉得就是说女生多练一点力量训练 对她的体型是特别好的 因为她可以让你的身体变得紧致有形 就是凹凸有致吧 然后除了这一点以外 还有就是你如果有肌肉了 肌肉量上来的话 它能够帮助你代谢掉你身体的那些热量 就是你吃什么好吃的 它都不会发胖 就会变成那种异瘦体质 只要是你说你的身体变得健康了 肌肉量上来了 一个是身体年龄年轻 还有一个就是你的生活状态也会变得非常阳光 包括性格和你的那种自信都会有的 女性不是说练一点力量训练 就会变成金刚八笔的 这要付出很多的努力 还有常人无法承受的那种痛苦 其实对我来说当然不是痛苦的 因为我喜欢 我觉得这是一种享受 然后这是对女性来说的 但是对你们男性同胞 总说肌肉 肌肉里没有女人味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她练出来的体型是肌肉体型 但是她的内心其实挺温柔的 你别看我跟我说 在家里跟老公那样那样的 其实也是属于那种贤妻良母亲的 到家以后也是看孩子写作业 洗衣服做饭 最根本的是 因为我懂得怎样去健康的生活 所以把我的家里人 给他们做饭 或者生活上也给他们引入的是正确的 或者是健康的生活方式 跟你掰完了手腕之后 我才知道 你老公不是不敢 而是尊重你 对 其实你力量也没那么大 他就是让着 让我 爱你疼你尊重你 我觉得对老公可能不太好用 但是对儿子有用 儿子不写作业 看妈妈这肌肉 越是有力量的人 越不屑于使用武力 对 希望以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遇到像这样的一群铿腔玫瑰的时候 每个人用赞美的眼光去看待他们 好不好 谢谢你们再见 来